14岁的长翘楚 做梦也想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听见召唤的设计师王伟自己打包送上门 本次接受改造的房子是老桶子楼里的一居室 黄色的老是铁门原汁原味 进门就是一摸黑 打开灯来说亮话 34平的房子展开像火箭 住着长翘楚一家三口加一只狗 功能区分五大块 老王闲不住 拿着机器就开始算账 掐指一算浪费的面积有16平 占据房子的一半 按顺序先介绍门厅 除了充当机器的货带 最大的价值就是放置冰箱和一些杂物 一家三口主要的活动空间在里面 老房子门窗老旧密封性差 卧室门底下窜小风 风小点 塞块擦脚步完事 风大点 全家整碗属水饺 在门厅学习要提前裹上羽绒服 时不时还能建上楼道里的交响院 7.2平的鸡肋空间摆下一张桌子都吃力 听老王分析门厅的面相 面宽比较窄 引导人往里间寝 一家子潜意识将它化在小家之外 最后沦为储物间 厨房和卫生间做邻居 王里丑 够窄够小 也就身材娇小的妈妈能在里面打转 逢年过节多露两手 锅碗瓢盆都能往地上躺 橱柜和储物架保持45公分私人距离 操作台面大点55公分 横竖相加都不过百 感情是像隔壁借铁 下水到堵塞只接受细水长流 平时洗碗都是分批浸槽 偶尔不顺踹两下 就当断练身体 下水到摆烂抽烟鸡摸鱼 每到饭点整间屋子宛如仙境 独乐乐不如种乐乐 人间烟火向外出发 厨房四脚没有烟道 老王左右查看 目标锁定中间隔墙 推测内窃烟到堵塞时按键连凶 隔壁厕所小的刚刚好 装下马桶和洗手台 牙刷杯子都放在马桶上方 书头经常误操作 一周被浇两三次 1.6平的面积容不下洗衣机 每回洗衣服都是试备公办 薄的装两件 厚的塞一件 不仅要霸占门厅和卫生间 连马桶盖上也没有放过 上厕所都要排着好 16点七平的五边形卧室 是一家三口真正医生的家 吃饭睡觉工作学习都在这 房子转一圈 也只发现一张上下铺 上铺被收纳箱占置 下铺分给长桥子 夫妻两睡的沙发床 一家三口共处一室 让14岁的长桥楚压力山大 家里的大忙人老爸 每天起早饭飞 为了不打扰他休息 母子俩都会小心翼翼地 起床吃饭 组合式学习桌 基本上就是长桥楚的早餐桌 周末学习 遇上老爸办公 整个就是修罗厂 老爸的工作法 需要经常发言 时常打断长桥楚的解题思路 作为唯一的受害者 这都算小事 最让长桥楚无法接受的是 坐在身后快乐撸狗的老妈 时常将长桥楚公开储行 三口之家却只有一个衣柜 多出来的靠收纳箱 拥有绝对权威的老爸 给小家订下铁律 乱放的东西一律进阿基桶 还手工定制了床下抽屉 充分利用床下空间 家里的储物空间少得可怜 妈妈王紧只好外租30公里外的仓库 四平方的空间往里放容易 往外哪可就难了 每月570的租金能不能省下就要看老王了 一张写字桌独占三角区 浪费5.8平比仓库还大 更别提强朵之外 4.2平的小阳台 上边晒衣服 旁边堆杂物 房子看完来屡屡 摆烂的门厅占据小半个家 和使用频率较高的储卫户 卧室和客厅混用相亲相爱 连着的小阳台隔岸关火 34平要打造出两间卧室和相对独立的客厅 这题有点难 拆迁队先上场 工掌火眼金睛 一下看出猫腻 电线走线中间接口 没有安装电荷容易漏电 下水管三路分支 两路归马桶和洗漱池 一路留给洗碗槽 打开下方地柜才发现不简单 下水口和洗碗槽平行 弯弯绕绕有三夹 烟道分为三个部分 中间为主烟道 两边附烟道 副管道五公分堵塞 使用PVC管代替烟管 主卧墙体承重无法拆除 占据三平米面积 拆除除位墙体 得到一个方形和五边形 改造还剩三十天 墙面瓷砖铺贴完成 地面留有三米缝隙 预备搬进老王的秘密武器 可移动魔方舱 选择两层结构方向轮 减少对地面的伤害 钢架底部焊接铁片 精准定位三米轨道 一键加速来到改造后 大忙人老爸缺席 母子梁抢先看房 三十四平一居变身两居 打通除位间的隔墙 将玄关餐厅厨房完美结合 进门室通顶白色玄关柜 让人眼前一亮 储物柜鞋柜衣柜样样不缺 门厅杂物通通包圆 隔壁室嵌入室冰箱 洗手台一侧隐藏化妆格 是送给妈妈的小惊喜 二型厨房住进新的抽烟机 利用柜体包裹烟道解决排烟问题 操作台面扩大到之前两倍大 方便备餐 碗柜延伸至门厅 形成半包围式厨房 柜门的暗扣手设计很贴心 大规模墙面瓷砖减少卫生死角 卫生间干湿分离 壁挂式马桶无死角 上方打造储物柜 偷出来的淋浴房 更是将空间利用到极致 往里走是一排大书柜 对面是长桥杵专属的学习区 五边形空间划分三块 穿过特殊造型的书柜 是开放式学习区 左侧是客厅间主卧 白天轻松追剧 晚上拉下沙发后的门柜 就是夫妻俩的双人床 再往里走是次舞 利用阳台打造长 翘楚专属的阳光房 无法拆除的墙朵变身新书桌 地面铺设大容量地柜 每月570元租金可以省下了 老王上门挨夸 顺带充当人体说明书 淋浴房是第一个魔防舱 利用门厅和厨房的空间 单独开辟淋浴房 另一侧连接橱柜 一面是碗柜 拉出隐藏餐桌 可供三人用餐 另一面则是储物柜 实现卫生间干湿分离的同时 增加了厨房的储物空间 大书柜是老王设计的 可移动魔防舱 向右侧移动 结合学习桌旁的衣柜 形成步入式衣帽间 向左侧挪动书柜 拉上主卧拉门 就是一间独立的书房 和主卧完全分隔 次卧里的衣柜也不简单 利用地台空间偷出主卧抽屉 上方设计透光层 让主卧也能拥有彩光 利用45度的墙体 形成视觉死角 加上魔防舱作为空间隔断 充分保障次卧隐私 34平米一家式 变身两室两厅百变魔防舱 圆满成功 本次改造硬装16万 软装9万 共计25万元